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有英法百年争霸 后有拿破仑横扫欧罗巴 尽管走入十九世纪惋惜 因为普法战争的失利 法国被迫各地赔款 但法国的军队依旧未失荣耀 依旧被称为世界第一陆军 图二 但走进一战 尽管一战最终的胜利者 法国偏军一席 但此时的法国陆军却因为一战失去了所有的荣耀 在一战爆发之后 由于德军直接取到卢森堡和比利时 法军被德军凶悍的攻势逼回了法国境内 图三 1914年8月21日 在占领了比利时后 德军兵分五路攻入法国北部 号称世界第一陆军的法国军队在德军的攻势下 接连败退 显得毫无抵抗能力 图四 在半个月的时间内 法国丧失了整个北部的军职 逼法国首都巴底 法国当时的政府也选择了逃亡 但随后战局开始扭转 法军迎来了在巴黎外交进行的马恩和战役的胜利 图安国 但是这场胜利是建立在英国军队 与法国军队合击之下诞生的 这场被称之为马恩和奇迹的战役 尽管胜利属于法国 但依旧被诟病不已 说法国如果不靠外国人 他们已经不会打仗了 图六 在转手为攻的阶段 法军靠着和英军合作 军队向德军占领地反推 但在沿海运动战阶段依旧没有能够打出优势 从而使战争进入了僵持阶段 图七 进入到1915年 英法在德军把主力调集东线的时候 反动了湘巴黎和阿杜瓦两轮攻势 结果都未能够取得胜利 反而自己死伤了百万人 在反而登战役结束之后 英法联军再度发动索姆和战役 在这场战役中英法再度损兵折将 并随着俄国退出战争后 英法面对兵力集中的德军只能被动防御 图八 此后依靠美军的增援 德国陷入了五次进攻势力 并陷入了资源困拔的危机 自此在本土被丢失一处的情况下宣布投降 陆续退出了之前的战领地 而法军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低于英军和美军的 因为至始至终 法军都没有能够完全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左右战争的走向 也正是经历了一战 法军的荣耀开始消亡 直到二战悲魔的一干二净 返回搜独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